一只小猪和一百只狼 这是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宫西达野创作的 由彭义翻译 这一天 在树林里 一百只狼躲在树丛后 噓 安静 来了 还差一点 滚滚圆 好肥呢 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我也是恨不得吃上一口 来了 来了 一定能好吃 冲啊 兄弟们 小猪看到从树丛里 蹦出的这些大灰狼 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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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狼 打 打 打 一百只狼追赶着一只小白猪 你给我们站住 站住 一只小猪拼命地跑 一百只狼在身后拼命地追 救命 救命救命啊 你别跑 你给我站住 最后 小猪还是被包围了 先吃哪儿好呢 要不然我们先吃耳朵好了 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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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先吃软乎乎的肚皮吧 我倒觉得不如先啃猪蹄怎么样 啊 肥肥的大耳朵才好吃呢 还是巴唧巴唧的啃尾巴吧 大灰狼们意见不统一 可是突然一只狼站得出来 慢着 慢着 我们一共可有一百只狼啊 一百只狼吃一只小猪 一只狼定夺能吃到一小小口 可不是嘛 一小小口 那也填不饱肚子呀 有了 我想出来一个好主意 叫这只小猪回去 叫一百只小猪来 怎么每一只狼不就能吃到一只小猪了吗 哎 哎 兄弟 你的主意太好了 哎 是 这个主意可太棒了 喂 小猪 现在你去叫一百只小猪来到这里 是一百只哟 要是你叫来了一百只小猪 我们就不吃米了 你听明白了吗 啊 我们可在这里等着哟 哈哈哈哈 快走吧 大灰狼们笑嘻嘻地冲小猪挥了挥手 小猪啥也没想 赶紧跑了 不过 就在它飞快地跑走的同时 小声哼了一句 我 我才不会再回来呢 你们这群傻狼 没错 直到天黑了 一百只狼还在兽林里等啊等啊 哎 我说怎么还没来啊 就是 这只小猪这也太慢了吧 小朋友们 你觉得小猪还会回来吗 是小猪太聪明 还是狼太笨了呢 小猪太聪明 小猪太聪明 感谢观看